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鸡蛋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讲明天6月23日星期日 日赛深水,喜欢片段记得点赞,订阅,订阅频道 按下钟仔,有新片通知你 明天将会采用沙田A跑道 10场草地赛事 头场开跑时间是12.9 早了3个字,留意吧 10场赛事都有4场的心想跟大家讲讲 明天就比较喜欢高仔那手马 希望他明天可以生生生生生 搞得到就帮到大家了 头场开始讲起 1个马万事恩 这只马就下回5班 以他的级数位5班就超 再用10磅仔,陈加起,减10磅 就如虎添翼 跑回1200米路程 一个跑法 都是跟前或者放到就最好 贴拿自己放的 还不可以 然后前面回来也是很大机会的 季中的时候也试过这样的了 下到5班 谷草 找到黄俊 当时也是减磅 赢马回来的了 这次 又是减9分 下到5班 找10磅 减10磅 123磅上阵 就相当好 再来第4场 九马电路3号 初出的时候 1200米都已经能够上名了 合猴1800米也有走势 但是再跑两场 突然之间 好像没有东西看 这次缩回1400米 似乎是有些部署 应该有些想法在后面 可能看到 跑一场也不太行 跑两次 进完Q之后 没有东西看 看看是否要缩回 试一试 年轻马来计试 试一试 无妨的 家程都 跑了几次都没了 缩回1400米 可能 加上换马屎着风 有些新鲜感 会不会有好的效果 那么 薄一薄 暂时9点几倍 值得大家跟进一下 你说这组马 强手不多的情况之下 大热 翡翠六 3.2倍 都没出头 这么热 只有追尔 这些缩程 下来 随时杀你的 草手不及 这些马 跑开 长途落花千四 气量实够 所以到时 一档起步 跟着中间位置 入直楼找个空位 迫上来 就有些机 再来第八场 这个精英碟 三级菜 1800米 9号码 起连其升 推价 上次2400米 都放到 回到来 跑第三 跑法 就摸准了 这次1800米 看个小 都是跟前走 跟着 扣女 马克罗斯 开路 马克罗斯 绑太重 虽然外档起步 放 照计 应该放得出 但是 放到回来 到不到 那就真的 有些难说 人家轻你20磅 跟着你跑 回到来 斗篮 都能赢你 轻20磅 真的未必让得起 所以 都似是开路性质 起连其升 跟着他跑 就有利益 梁家俊 有时放这些马 都有一手 再来 尾场 7号马 银子 都要再选 上次银子 跑得有点 远 杜美尔 在直路 左穿右插 直的 而且是窄一点 看回上次怎么跑 杜美尔 去到弯位 其实都没错 入直路前 都想早点 挨出去 但是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被正本洪森押上去 迫着 接着就是 红运大师跑 这里已经没有位置一次了 他进到中间 打算在两只马中间 穿上去 但是 去到这个时候 红运大师又向内 又押上去 又封了 那条浪 又要再转出来 而已经第二次受阻了 去到最后100米才开始 真正望空 追上去 已经追不及了 加上这只马 加速力 就不是说 一下子就很澎湃的 爆上去 都是要少少时间 去摘上去 直路连左两次 真是 先机就尽失了 回到这里 只能够第三 Q都没有 真是窄少少 上次跑道 这次换就可能了 希望他能够 抓准马的跑法 其实他上次12米 赢马那次 都是可能骑的 那次12档起步 沿途走个二叠 入直路 一下拉出去 就真的是 Key Run的 顺势 不断冲的 没有受阻 希望他都知道这一点 这只马真的不是很阻得 一阻止了 直路 那部戏就没有了 又要重新再 pick up 就慢了 变成了 一来加情千世 再加上 希望拿捏得好些 就能够帮到这只马 再赢多次了 那就没理由 三班没有马就赢了 这只马 你说 再拖一拖 这只八号马 神威奥场 这只马上 可能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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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分头 拖在前面 也无防 希望前面 老庙和阿确能 也有点手影 给大家看到 去到尾场 就放心点 买一只银子 心想说过了 希望明天大家 顺顺利利 今天香港发生的事情 比较多 撤回了 条例 但是 政府还未回应到市民的诉求 继续有些占领事件出现 但是 绝对不可以继续放弃 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希望政府可以给大家回应 那么 一如继续 God best on God 是吧